大家好,我是钟燕玉 早期陶瓷业是工业时代最夯的职业 后来台湾的陶瓷产业 逐渐没落而成为夕阳工业 便转移到东南亚 让我远离他乡 到泰国、中国各地 专职陶瓷营救、开发、管理工作 有一次放假返台 工工提醒我 这句话让我深感内疚 看到工工日益年迈 孝顺不能等 二话不说 退股持续工作 决定返台 照顾年漫的公公及家人 认真负责的我被推荐到苗栗县警察局 头份分局、公共扩大服务 被分配到刑事侦查组、认职 认职期间 由于有些年轻警察不懂客家语 我义务帮忙翻译 后来同事鼓励我去考客语认证 由于自己是客家子弟 觉得传扬成母义 保持客家文化很重要 因此转职转职成为客语老师 一面教学 一面精进自己 也完成教育学程 成为正式客语、科任教师 教育部已从111年颁布 本土语文为布定课程 让客语教学受到国家、学校及人生家庭的重视 由于现在的国小学生 他们的父母亲早出晚归 因此家长本身说客语的环境越来越少 与孩子用国语和学生们对话 学生们学习客家语 效果因而大打折扣 成为固定课程后 家长的心态也逐渐改变 会跟着小孩子一起学习母语 这是很好的现象 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不同的风俗习惯 能够肯定自己的母语 更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 我觉得本土语文教学 最基本的是要多听、多讲、多读 最后是多写 学生从不懂到熟练 需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学习与长辈一起 用客家话对话 例如看客家一片 说笑话、念语、口说艺术、朗读、演说等 都是学习的好方法 虽然学习语言并非每个人有兴趣 但至少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开始 就比较有趣、容易学习 此外我也要分享自己的教学理念 有人问教育是什么 就是教养自己的下一代 但是要怎么教养下一代呢 自古以来似乎没有一定的准则 我认为教育就是让下一代了解 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质 生活有品味 教育是坚持爱心的两心事业 让学生能快乐的成长 开心的学习 用一颗愉悦的心来引讨孩子学习 教导学生成为一个自信、快乐、有目标的孩子 然而在学校里 学生有许许多多的状况 有些老师对于不乖的孩子 会用法抄选、课文或其他处罚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常常会伤害孩子的自尊 甚至人际关系会变差 身为班上的孤独人 而我在太极门练气功 我的师父、太极门掌门人 红道子不是 告诉我们在教育上 要用和平的方式告诉学生 透过适当的引导 激发学生心灵 认知事情的对、错、是、非、真、假 因此我会先和学生说清楚 一定要遵守校规及方规 哪些行为是不对的 例如上课爱讲话、打闹等 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人 如果有犯错时 我会先将他们的名字登记起来 以同理心 会怎么做 告诉他 有感上 我会在大家面前说 某某某同学表现有感性 把刚才登记犯规的名字删除 并且询问班上同学是否同意 学生们听到后 感觉得到尊重 便会同意并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 学习起来也会比较高兴 较认真有效率 我认为用鼓励的方式 教导孩子去倾听 内心良心的声音 可以让教学管理更畅顺 知识的力量可以为恶 也可以为善 唯有无私的善心 天赋才能发飞极致 让所有的孩子在学习中 敬欢言 快乐学习中成长 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把每个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让孩子在爱与榜样的教育环境中 更能成长茁壮 教书是良心事业 教师要秉持良心办教育 用良心来教学 是身为老师的职责 会不会教 学生是否愿意学习 是最大因素 教育者有时也要写诗 更要重视自己的良心 有好的良心 才会有好的教育 有好的教育 才会有好的文化 老师是出自于爱与良心 来教育学生 没有客家化 就没有客家文化 没有客家文化 就没有客家人 因此 让我们用良心教育 将客家文化传承 让世世代代 发扬光大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